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Yumi,然后我来自太平,霹雳太平 之前的时候我是读 Hotel Management的,我以前的时候是在槟城 KDU这间college,读 Hotel Management这个课程 但是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呢,我现在是正在做网络 可以讲说是网络吧,然后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然后也开了自己的公司哦 那么但是其实我做这一行呢,是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有工作室 但是是在家里有一间小小的房间,把它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 所以有什么东西,有公司要来谈东西啊,有顾客要来找买东西啊 都是直接来家里的,但是通常还是往外跑比较多 没有团队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做这个in commerce的时候 但是以前的时候是没有这样high tech,有这种website啊 没有什么这样兴趣去Lazada,去Shopee这样子买东西 没有这样兴趣的就是在Facebook那边卖东西,还是在WeChat那边卖东西吧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开始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然后我想要了很多可能是读私人学校,然后过后就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好像蛮逍遥的 然后但是我们是,我是来自比较小的kampong嘛,太平嘛 然后比较小康之家,然后家里给的那些生活费啊 也不是讲说是可以足够给我去这样子去耗的 但是我又很想要,比如那个时候我会很喜欢吃火锅 但是那个时候在冰箱吃一顿火锅是,不是爸爸妈妈给的那个生活费可以承受的到给我这样子就耗了 所以我就打算,诶,就卖一下产品这样子咯 但那个时候卖产品不是现在在卖的 那个时候在卖这个产品是一个去板霜 然后过后就慢慢慢慢就从去板霜那边转换变成是卖马来市场的化妆品 那种三只二十块的口纹啊 三个又三十块钱的那种眼影盘呢,总是很便宜很便宜那种眼影盘 但是,是开拓到马来市场,然后那个时候也赚到钱 那个时候就突然间赚到了三千多块钱,就觉得哇,好像可以做 因为在那个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三千块来讲是靠自己赚的话 就是一个月里面,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做,然后就一直往这方面发展了 然后过后就去找批发商,一直去批关于比较华人市场的东西了 因为马来市场的产品就好像不安了 整天自己试用,自己也敏感,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就停了这些产品 然后过后就转换变成是华人市场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华人市场的东西是比较黑中国的面膜啊 那些,然后什么脱毛膏啊,然后咖啡瘦身啊,什么这样子 然后都是从一个人自己做起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慢慢喝起来的时候就 就有招到代理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代理也没有讲说是一键代法的通常都是批发批发批发,十二只,十二只 后来的时候就慢慢有人觉得囤货有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有一键代法 那个时候才有传罪 读说时候都已经开始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看到钱了的 所以 所以我已经不能回去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掉来了 我就觉得我做得这样辛苦,然后还捧东西那些没问题 所以那个工作没有问题,是工钱很有问题 所以,然后如果是要去新加坡做的话,肯定是比较高工资一点 但是也是通过来才有高工资 但是如果说你要在那边赚,在那边花,又在那边住的话 其实存到来不是讲说存了多钱罢了的 除非你去澳门咯,马尔代国这种地方 但是我不想离家太远 是没有放 另外 可能是我卖的产品是比较需要服务的吧 就好像比如说现在我出的这个品牌 品牌 那个Lip Gloss 它是需要售后服务的 是要一直follow up人的 所以就 没有放在Lazada跟Shoppy Shoppy Lazada其实也好像比较像是买卖那样 对对对,好像一次性消费 或者说是他们用了,他们在那边留留言 就touch不到客户 但是我的产品基本上都需要touch到客户了 像比如说 电卷棒 卖了出去也要教人家讲用 买的人都是敏感嘴唇的人来的 所以 必须要follow up 所以就LazadaShoppy没有 通常我是在Facebook 然后我的website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 wechat 通常这几个地方呢 都是因为我可以收集得到 customer的database 所以我才会选择在这几个地方 这些问题是因为 还是一个过程吧 可以讲说是一个过程 如果说是没有那些过程的话 也不会有 今天的我 然后也不会有 会想到自己出牌子 然后 把自己的牌子又 做了专属的一个系统放在我的这个牌子那边 但以前的时候是因为面对了一些 因为我们以前是中国的 品牌那些嘛 然后做他们的代理 但中国的牌子 知道的咯 就很大炮咯 然后过后又 就是这个坑那个坑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马来西亚的分公司的负责人 他又不想要的 但是马来西亚的分公司的人也是under中国 所以就变成他们也是 变成他们也是跟着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也是要跟着这样子做 所以就变成 但是我们又是代理而已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可以选择 讲说离开 然后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 中国的那种模式 太过的 囤货量很大 囤货量很大 然后过后他囤货量大 不用紧 他有 他给我们 卖完了之后再补货 那个又不同 但是他不是 他是指定日期里面 还要叫你补货补货补货 然后过后 他上面人叫我补货 我又要叫下面人补货 下面人 受不了我的话 就是会选择 不要了 不要了 这样子 会这样子就走掉 所以就 那些手段可以让代理来得很快 但是有些手段 他们在这里很久了的话 他们又会觉得他们想要走 所以来得快也去得快 就留不到人心 但是 可能品牌留不到人心 但是 好在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 平时的交谈 有交到心 然后过后也没有讲说会 有 好像那种被人 上Facebook那种 至少是没有啦 但是 但是是 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的就是还有一些是 人心啊 可以讲说 这个创业路上 损失的金钱 其实 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你会在创业的这个路上 你会看到很多的最可怕的故事损失钱 而是你会看到很可怕的人 人心 人心太可怕了 你会觉得到 这个人在你 在你的面前 讲到 怎样怎样 然后过后他在另外一面 还又会讲 不同的话 这个是 在创业路上你会去遇到的东西 但是 不管你在 在e-commerce也好 还是你在 你有门面做生意的也好 还是你今天在外面打工也好 这些东西都会看到的 因为这个 人啊 就是 一种迷洋 白种人啊 所以 什么人都有 就是你要去 好好的去 清楚自己的路 你要走怎样子的路 不要因为那一些人 然后他们那些不好的一些心态 然后过后影响到你自己 你要非常清楚的自己的路要这样走 这个方面 以前的时候确实有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以前的时候是 用微信下单罢了嘛 然后现在的话是 有了website 然后过后我们的品牌那个minis也有了系统 所以website跟系统就可以方便到我 做好所有的那个程序也没有miss done 因为 代理下单还是顾客下单的话 顾客下单就在我的website下单 然后如果代理下单的话就在 我的minister那个系统里面下定单 所以一切都是有 那个 排单 就是整个system就好好的 所以就不会讲什么miss done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只是零售订单我自己发货而已 然后其他代理的那些订单都是有公司的 呃 발생的员工发货的 有admin 所以这方面的基本上是 没有问题啦 但是没有面对找 这样大的问题 以前的时候是经常miss订单 因为 用微信 vague very much 网站做了要给钱,然后系统做了也要给钱 所以 赚钱太重要了 他们有啦,但是 不确定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营销 在那边怎样营销,但是 我个人是没有在那边放 可能他们在那边拿到了顾客的有机地址之后有电话号码 然后再用电话码WhatsApp顾客这样子吧 才能做得到合作 其实还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 在今年1月的时候才开始 所以如果说要推出国外的话 不会这么快 必须要在马来西亚稳这些,但是我们会有 新品的推出 如果说是给 有实体店的人的话 会比较淡一点 然后想要搬上来 往上这边卖的话 是非常鼓励的 但是 而且实体店的人他们基本上不需要担心的东西 就是他们一定会有货 他们一定会有货 然后 如果说实体店的话 我是非常努力做直播 然后 拍多一点影片 可以这样讲 因为现在已经是短视频的 5G时代 短视频太重要了 现在 而且他们有实体店的话呢 有短视频有直播 这两个真的是 会 非常足够 对于打他们的实体店的 设计 他们实体店在南尼 地区 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提供的 店面的服务 什么样子 都会 比较有说服力 比我们这些没有实体店的人 会更加有说服力 因为 有实体店 给顾客的感觉就是 安全感 他不会跑我 什么样子之类嘛 然后 基本上有实体店的人 应该是不需要 有 什么鼓励吧 他们能创业到现在有电呢 对吧 他们有电 比我们更厉害 但是 他们要踏出来的一步就是 可能他们要踏出来 变成是做直播啊 他们要面对镜头啊 可能他们需要那份勇气 然后可能他们对电话讲话 他们是不会讲话 可是他们对着人讲话 他们可以逃跑不绝 所以他们可能 这方面需要训练那些 多看多学 多看别人直播 多看别人短视频 看着看着 然后自己对着镜子 讲着讲着 都慢慢慢慢会了的 就是如果第一次做不到 第二次做 第二次做不到 再做第三次 总之做到会为止 实体店人根本不需要担心 只是一些刚刚开始要创业的 不要一直 给自己一个借口 是不是 试试看 我想想看 我 我拿图 我拿那个图片 发看看 不要有这些 试试 看看 try try 这些 双别字 你要的话 你就是敢敢做 不要的话 就不要做 因为如果说你要做不做 就是在浪费两个人的时间 因为 你又不自己用 因为你本身没有店面 然后过后 只是拿照片来 发图 如果每一个人 想象一看 每一个人都是一间店面 然后你的店面就是 连着那些 照片 在一个 上边 然后人家走进来的时候 人家就看照片 我要订 然后过后才拿出电话 说你现在送来 到底 你到底给了顾客什么安全感 所以是没有安全感 再来的时候 再来的是 你要刚开始创业的话 你怎样的 你的个人名牌非常重要 你的谈吐啊 你的心态啊 你的所有的那些 分享的东西啊 你平时的人设啊 人品啊 都会大大的影响 顾客对你的观点 所以你所讲的话 你所做的事情 或者说你所分享的一些帖子 到底是否是正能量的 还是可以带来给人家烦恼的 你自己要去过滤一下 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share 你可以share一些搞笑的 让人家觉得到 这个人是very cheerful的 看他的东西会觉得 哇 很好笑 即使我今天 很累了 做工赔了 很累了 我刷了Facebook 我看到你的东西 很好笑 你就好像帮助到他 解决了今天的一个烦恼 你博得他一笑的那种感觉 所以 呃 因为整天去散发一些负能量 总是带给人家正能量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要相信自己 太多人不相信自己了 因为我接触太多的 新的代理 尤其是现在 00后 很多都 不是非常相信自己的 就是 怕 很怕 很怕 就是怕罢了 不知道怕什么 发贴也怕 写文案也怕 然后拍个视频也怕 不要放弃 不要因为遇到了困难或者失败 就停下你的脚步 就讲这条路很难走 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人呢 就是 呃 讲一句话就是 我很不赞同的一句话就是 这条路是我选的 我跪着都要走完 但是我要反驳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你要一直跪着走 你为什么不能爬起来 呃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Minist 的产品 然后这一款呢 是我们的经典离 是有两支产品的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 会有两支我们的产品 那么多产品是来自意大利的 就是全境 不是 formulated by 意大利 是真的是 made in 意大利的 然后这一支呢 它是 可以讲说是 Eco Green Lip Gloss 嗯 可以讲说是 Organic的级别 然后这一支呢 是Vegan的 就是纯天然的 那么目前 最好的呢 还是是这一支 因为确实很多 敏感性的嘴唇啊 唇颜啊 然后干裂 都有 用过我们这一支产品 然后这一支产品真的是 修复了很多很多霜的嘴唇 再加上它这一支是没有任何的 味道的 就是那个香精啊 我们没有放下 但是我们这一支变色孔呢 是有放了那个 Titanium Dioxide 就是 二氧化态 那二氧化态呢 是可以帮助得到 我们的嘴唇 二氧化态 二氧化态的话可以讲说是一个 防晒啊 素眼霜啊 里面都有的一个成分来的 所以它是可以帮助到防晒效果 但是在 口红这边呢 它是可以帮助到美白的这个效果 所以一开始涂上去的时候 可能会偏白一点 因为它有那个 二氧化态的成分在里面 偏白一点点 但是它经过变色之后呢 它就会变出 属于自己的颜色了 那么这个方法呢 也是在马来西亚 第一次了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找我 或者找我们全马Minist的代理 然后如果说你们有 想要 创业的话 也不妨来问一下我们的Minist 因为我们的Minist的这个品牌呢 是 400令吉就可以加入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然后也不需要怎么 然后你们也不会面对到 那个发货的问题 因为全部都是一律公司发货的 所以加上我们的累计升级的这个 福利 然后还有的就是 你们来问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我引述了 4个月 我认为 不得 我的 感谢观看